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讚好 你們每一個讚好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繼續討論河伯和河太 雖然昨天我沒有討論他們 但發覺形勢很大變天 首先河太其中一名的軍師 阿門 他開了名字 他說要殲滅 現在講到河太七個最大的Youtube網台 而且他們不是只把口 已經在行動 即是在河太的生活語錄 今早就出了一些帖子 雖然這個Youtube頻道 他們近來沒有拿來直播 就在第二頻道直播 但仍然出了一些帖子 還說他們怎樣對付了一些網台 一會我會講一下 那網民又會怎樣反擊呢? 這一點我一會都會講完 好了,首先講一下 河太的頻道 他自己也講了 現在有三名管理員 除了美麗之外 還有一位叫奇拿 我不知道是哪位 奇拿很厲害 揚言下一個被封的網台 是一個十二賣訂閱的台 他還說 我知道你在去旅行 希望你喜歡收到這份禮物 但現在主力說 河太的網台 好像沒有一個是十二萬訂閱 如果比較近的話 有可能只是劉定堅 他已經是十三萬 點二千的訂閱 除非他預計到 劉定堅還會跌到十二萬 而且劉定堅現在好像是回到英國 算是去旅行的人 說真的 他們最近也不是只是搞別人的台 好像還要搞聚會 一見他們好像是在搞聚會 每人收兩百元 因為我不知道有什麼人敢去 去到被人點了照片的話 很多時候都很長手 不過有可能他們覺得 現在不賺這一水 遲些再搞聚會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 例如我今早錄音是9月19日 我有看少少少 昨晚 河太晚上的直播 我看到 在那裏吃東西 或者他覺得有些YouTuber 吃東西也是一個賣點 不過這個是以前流行 現在也不流行 吃東西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如何拍攝送菜 在鏡頭面前 所以通常是高炒去拍的 他又不是 他拍自己的時候 很喜歡拍低炒 有時候眼燈直接射他的樣子 直射是不漂亮的 因為他又沒有什麼 這方面的研究 然後從來當然是 跟可巴在那裡吵吵架 看看我有沒有時間 有時間我先說一下他們的吵架 因為我已經覺得他們是 做戲 又拿美國人來講 沒有話說 所以先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有些人在問 為什麼 何馬 昨天 9月18日 這麼勤力 為何在他第二網台 做了三傳直播 其實這個台是臨時的 現在這個台 其實他做完直播是沒有錢收的 我猜 其實很明顯 他想這一個台 都可以做到一個有盈利的台 因為很多時候他現在都知道 例如何太 生活語錄那個人 很多時候都會被人攻擊 當他被攻擊那刹那的話 他就要跳去第二個台 而那個台仍然有盈利 就對他有利 還有他現在新的第二台 轉眼間幾人的訂閱 已經去到八百多人 差不多 很快到一千訂閱 一到一千訂閱 你可以有盈利 第一條件已經達成了 接著就要有觀看四千小時 所以他就很明顯 他現在就要出很多片 希望拿到觀看有四千小時 因為老實說 他第二頻道的點擊 就沒有第一頻道那麼好 暫時我見到 都未有一條片是過萬的 但你知道第一頻道 就很多片都過了萬 所以有人去以量 想令到這個頻道都有收入 好了 再說回他的25團隊 有什麼計劃大行動 尤其是阿門 本身他應該都六十幾歲 因為我見到他之前在邵志豐的台 就說那些四十幾歲的人是不行的 說他以為自己四十幾歲的時候很厲害 他自己說他當年看自己四十幾歲都以為很厲害 今天看都不外如是 其實我就不太明白這個理論 你自己四十幾歲不厲害 不是代表人家四十幾歲不厲害 即是當年孫中山教他的革命 都在他四十幾歲的時候成功 難道你又說孫中山四十幾歲不厲害 我撇開這件事 畢竟他本身都是一個知識分子 因為他說自己是有碩士的學歷 亦做過陪審員 不過那次的EQ就比較差 那次在邵志豐的台 竟然可以去到喊吵架 但我撇開這件事 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自己又有一個台 他又說有幫助韓馬 他覺得現在Youtube的風氣 整班人欺負一個韓馬 他覺得這個就不行 所以他就說要 殲滅最大七個Youtube台 即是說韓馬 第一個就是水哥 第二就是劉定堅 但其實我也猜不到是劉定堅 之前不是說是他自己人 現在又說要簽名 即是之前那些是吹水 如果說劉定堅 他就不是經常轉播直播的 第二應該是日間 但在他的眼中 劉定堅是真的情況 比日間更加 我猜有可能劉定堅 本身都出了三百多條片 去說韓太 在數量上都算數一數二 第二幫韓太改了名字 叫大媽春 因為他不喜歡 因為韓太反而說 韓馬沒有所謂 他喜歡韓馬 但不喜歡叫他做大媽春 那次說過 他說大媽有侮辱成分 因為大媽本身是形容內地人 其次有可能 我猜一下 阿門本身是不喜歡劉定堅 他好像也有說過 還是道記劉定堅 都是六十幾歲人 但可以搞Youtube搞得這麼成功 他自己就不算很成功 講完他們的殲滅排行榜 第三就是日間 日間因為很多時候轉播他們的影片 第四就是五仔 第五就是空姐 第六就是FMTV 第七就是油麻地 邵志峰 阿門宣布要殲滅七個台 那他們用什麼方法呢 很明顯 見到他這個名單 他應該是非常不喜歡 這些人很多時候轉播他們的節目 但是還有其他台 都轉播到很多這些節目 但那些又不進入這個名單 有人真的看人 例如五仔 五仔都好像沒有轉播到一些節目 還不如放進去吧 因為覺得五仔有時候的題目 誇大了他們 因為我基本上一見五仔說 今天有何馬被捕 我叫何馬經常被捕 但老實說 Youtube這些 誇張的題目 其實有很多Youtuber 都會這樣做 其實很普遍 你不誇張 就怎樣吸引人 進去看 我都看不完所有網台的人 即是有些 你知道為何他們會排在 排行榜裡面 要選了這七個 你告訴我一些原因 不過我們就知道 阿門應該 幾不喜歡有邵志峰 因為上次和他都叫了架 好 看看何太的生活語錄 他們真的不用睡覺 在凌晨時段 早上一段時間 在出post 其實在一日之前 他已經有些post 例如說 趙志峰第一個修理台 黑網台 那麽多人在問 誰是趙志峰 趙子龍 就知道 我猜他應該是玩些食音 因為他們已經很厲害 他不會說明是誰的名字 免得被人告 還有他這幾個post 全部都是繁體字 突然間 何太太 很厲害 很明顯 當然是管理員 打上去 例如這個post 我剛才也有說 就是一名叫奇拿的管理員 他還預告下一個避風 是一個十二萬的台 知道你在去旅行 希望你會喜歡這份禮物 那你用什麽方法去告他呢 如果根據他們的post裡面說 例如這個post 原來偷東西是不需要道歉的 大條道理的 投訴得當然是不會解 一條片加投訴要幾個小時 再開一個重新做人 他應該是說 他們有時用了這些直播片段來出片 例如我今天錄音的時候 是9月19號的9點多 在四個小時前 他們就出了這樣的post 趙智峰你看一下信箱 你已有片下架 中了兩條 你猜到你一星期內會收到信 這麼厲害 他們已經告到他有兩條下架 補充之前有些東西說漏了 暗門剛才說的七個台 去滅七個台 現在有一個台大家未必好熟的 有一個是FMTV 因為這個最主要就是趙智峰的台的拍檔 他們這麼牽怒這些台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何太太本身 剛剛早前就是他自己的台 被人停了直播 那次被停直播 就很大機會因為 無國界醫生眾籌那件事件 有可能他覺得這幾個台 經常叫人去慫恿去封去台 所以很明顯現在他想用 以其人之道還是其人之身 這樣對付這些網台 即是你既然令到我沒有收入 我都要令到你也變成沒有收入 尤其是暗門自己都搞了Youtube一段時間 有人覺得交來交去都不太多人看 那麼不多不少都遷路這些網台 不過老實說暗門本身就不只是不喜歡 這些說何太的Youtube網台 連阿可伯都不喜歡 他之前也公開過說阿可伯是欺騙何馬 根本阿可伯是提不到他和子女的戶口的錢走 他就說一路阿可伯只可以提到六萬元的每年的利息 因為他不相信阿可伯當他的子女提走所有的錢 原則上應該是那個戶口 任何持有人都要通知賣人行 所以他不相信可伯沒有收過人和他通知 他覺得整件事是可伯和子女串通才發生到這樣的事情 當然這個是阿門自己的看法 而阿門我看他的訪問中 他人的性格是很堅信自己的看法 他說了是的話 就算周邊你多有康話 他也是不認同你的 這些情況你又不用跟他爭論 他覺得是這樣就一定是這樣 其實現在網上最近有關阿可伯的事件 都幾多風風浪浪出現 因為我見有一些 本身追尋過河馬的人 他說他們現在不追了 所以他們要求一些Youtuber都要停轉播河馬 這麼搞笑的 人家人家自己有自由 又不記得他叫阿河馬自己也停出片 他停出片就是每個人都不會再轉播 這個源頭又不叫停 叫其他人停 這也挺有趣的 我見有些網民反擊 就說阿河馬自己本身也犯很多Youtube的規則 例如散播五道訊息 直播中的虐待有長者 直播配有虐待 不過這個我不太明白 不過如果他是長者 就已經是不行的 沒有虐待 我見經常有些片 人家在那裡 你打我我打你 算不算虐待 即是玩那個打 另外公開威脅其他Youtuber 這個就真是可圈可點 因為經常我都見很多Youtuber 互相你罵我我罵你 威脅程度是什麼 不過如果去到有關人生的生命威脅 這樣就真的有得投訴 普通罵就未必有 另外可白自己其實就犯錯了一件事 就是可白經常說 無論香港可愛 他都有一些黑幫成員的聯繫 可白經常都是這樣說 他真的不怕自己說這些說話會有問題 不過見到二五團體裡面 美麗 他都有說過可白經常這樣說話的話 遲早出事 不過提到可白我最近收了少許資料 有關可白大仔 說一些相關可白的事情 不過這條片太豐闊了 我留下條片再說這件事 很簡單的 但都可以談論一下 另外網民說 何太之前的電匯欺詐 就是說毛國家醫生那件事 之前曾經有段時間說過 所有收益拿去捐物 但是之後 去到九月十五號 他又改變看法 之前收了那些收益又怎樣 當時何太自己說 據為己有 所以有些網民就說 這個犯了一些電戶詐欺罪 真的要看一看 你跟Youtube投訴這些 看一看 他覺得他是不是真的違規了 這件事 不過現在他們的做法 就是將會開不少的 第二 甚至第三 第四頻道都不出奇 因為就算我看到 本身說過可白 和何馬的關注組 即是Facebook的關注組 都被人封了幾次 現在已經去到4.0的版本 但他們都好像開定5.0 6.0 7.0 以防到時被人一封 還有後備用 所以某個程度上 你有將來人計 我有過場梯 不過都很明顯 何馬現在他們做這個舉動 就想嚇怕那幾個大台 首先例如 經常轉播那些台 不敢再轉播那些東西 起碼就算 他們要轉播那些聲音 都要令到他們 不要轉播畫面 當然不知道 純轉播的聲音 會不會觸犯條例 而且很明顯 他很討厭 經常有人說去告他 所以他現在還沒有做大反擊 而且老實說 這些大反擊 很大機會都是 他的二五團隊幫他 還有何馬都很得戚 我看到林作最近好像 縮殺了 他不再追擊何馬 因為林作說 他諮詢過律師朋友之後 說不應該花些律師錢 在廢物身上 就算何太早前 在誹謗林作 原來某個程度上 都不夠力 去把這件事變成一個刑事責任 例如 之前何太不是說 林作是一個 除牌的律師 雖然這個訊息是錯誤 但也不代表 說錯能夠做 唯一最好的方法 令他真正感受到 一般被在法律上 真正被誹謗的人的感受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他這句話說什麼意思 不過打出來就照讀 當然網民說 每次都遇到林作縮殺 所以現在 你看看 何太覺得 林作也不敢告我 早於林作之前 他也是一名律師 他也覺得 不夠力告 你們其他彈省 他當然覺得 更加不會告到他 所以現在 何馬就覺得發威 何馬覺得 任何人都不會告得進去 所以現在他差不多 沒有後顧之 我們要進行大反擊 難道真是人無此便無敵 歡迎大家留言 怎樣看何馬的反擊行動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給出來 想到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了 今天的愚樂新聞講到這麼多 下次再分享其他愚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